太阳闪映强烈磁暴估今上半天结束台湾没机会赏极光 强烈磁暴来袭 全球极光大爆发 气象鼠12日表示 这起磁暴事件是多其日免物质抛射累加而成 最强时间已过 预估13日上半天结束 目前没有传出对电力系统的灾情 未来等事件结束后进行检查才会知道 同时气象鼠解释 虽然台湾纬度和墨西哥差不多 但由于与北极距离较远 因此这次磁暴事件 台湾没有看到极光的几率 不决信用卡到刷手机减合机制拟扩大至百货APP与第三方支付 今年手机评议中心受理信用卡争议款争议案件标高至349件 创史上同期新高 其中98%与诈骗有关 评议中心指出 金管会去年第四季其要求限定持卡人手机才能绑定三大P后 今年手机绑卡到刷争议案件已大幅下滑 金管会8日进一步开会 研议将绑卡手机号码减合机制进一步拓展至百货公司APP绑卡或第三方支付绑卡上 台东自由行住宿补贴8月开跑平日每房最高1000元 观光署12日宣布观光振兴花莲方案的台东部分 6月1日起台湾好行及台湾关吧优惠措施率先实施 结合花东纵鼓行 好行花东免费搭乘与关吧花东两折优惠 团体旅游补助在7月到9月实施 旅行业办理2天1夜以上旅游团与每团20人以上 住宿台东每团最高补助1.5万元 每家旅行设最多两团 自由行住宿补贴方面 观光署指出 从8月起到9月底 周一到周四住宿台东地区 每房每晚最高补助1000元 立陶宛总统选举登场同时举办双重国籍公投 立陶宛总统选举12日登场 选举结果预计当地时间深夜或午夜过后揭晓 立陶宛同时就双重国籍举行修宪公投 一旦通过 则持有立陶宛国籍者不需放弃国籍 也可成为其他国家公民 但基于国家安全考量 国会限定立陶宛人仅可同时持有友好国家及立陶宛国籍 不得同时持有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等不友善国家国籍 乔治亚5万民众首都集会抗议境外影响力法案 乔治亚约5万民众11日在首都特比利西集会 抗议政府提出的境外影响力法案 该法案要求任何从国外获得超过20%资金的独立 非政府组织必须登记为外国代理人 否则将处以罚款 批评者将此法案视为模仿俄罗斯压制意见的法律 称之为俄罗斯法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表示 这项法案与民主价值背道而驰 并强调与乔治亚人民站在一起 2024欧洲歌唱大赛 Nimo夺冠非二元性别歌手第一人 瑞士歌手Nimo11日赢得欧洲歌唱大赛 成为赛时首位夺冠的非二元性别歌手 今年欧洲歌唱大赛有25个国家参赛 但大部分焦点都集中在以色列晋级决赛的争议上 以色列选手歌篮上台表演时 观众席同时响起了欢呼声和嘘声 他最后以375分拿到第五名 贾欣欣说 全球均温连11个月破纪录世纪莫增温1.5度内难达成 气象专家贾欣欣12日指出 今年4月全球均温15.03度为同期新高 是史上最热的4月 较工业革命时期高1.58度 连11个月刷新记录 若不积极减碳 世纪莫增温可能难在1.5度内 贾欣欣说明 目前观察去年至今全球增温的原因之一 可能是受到圣音现象影响 估计8与9月圣音现象会结束 回归到一般的气候形态 届时可再观察气温变化 福卫8号拼明年10月深空式拍月球影像手曝光 福尔摩沙卫星8号计划预计于2025年10月 搭乘SpaceX火箭升空 拍摄更高画质与更及时的地表影像 福8团队首次展示光学镜头上太空出任务前 从国家太空中心 TESA 是拍月亮的影像 连远在38万公里之外的月球表面 遍布大小不一的坑洞都清晰可见 TESA主任吴宗信说 未来福5与福8从外太空拍摄地表同一个地区 因福8解析度较佳 成像也会更清楚锐利 专题 台湾外交新叶裴洛西与维特齐回顾访台关键时刻 总统蔡英文八年执政期间 台湾国际声量大增 各国正要竞相访台 成为一股热潮 2022年时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裴洛西赞扬蔡总统为勇敢且可靠的领导人 并表示若再度受邀将乐意访台 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齐则强调台节共享价值 并对蔡总统的领导力给予高度评价 日本国会友台团体日华议员肯谈会会长谷乌龟斯 也肯定蔡总统提升台湾国际影响力的努力 SBL玉龙挺过风波二连霸 40岁周诗渊夺FMVP还想再战 上季风光勇夺SBL冠军的玉龙纳智杰 休赛季却受假球与千度按影响 一度使本季未免之路充满挑战 玉龙12日SBL总冠军赛最终战以88比84险胜台湾皮酒 完成二连霸 征战逼近20个赛季的40岁玉龙老将周诗渊如愿抱回FMVP 忍不住犯累的他透露 还想延续篮球生涯 开箱老照片民主女神号抵达基隆港 以推翻中国政权与散播民主讯息的广播船民主女神号 在将近二个月的航程后 1990年5月13日抵达基隆港 民主女神号是由法国的一群民主斗士所组成 为了悼念在六四天安门事件牺牲的英雄 这艘船由法国航向中国 计划用强力的广播讯号向中国民众宣扬民主自由 这艘象征民主的船只 后来虽然因国际压力被迫停使 却在自由的历史上写下精彩一页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六分钟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事件 明天再见